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如果有人开车撞了人 第一时间他应该做什么 可能大多数的人回答都是赶紧报警 在江苏徐州有这么一位奇怪的驾驶员 他开车撞了人之后 第一时间不是去报警 不是等警察来现场处理 他一路一路的跑了 跑哪儿去了呢 2010年4月24日傍晚 大约6点40分 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九里大队事故中队 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 说在西三环路与苏丁路交叉路口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民警赶到时 事发地点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 现场一片狼藉 民警在现场初不了解情况后发现 这是一起三车事故 而且有人在事故中受伤 到现场之后我们发现有两辆电自行车受损 一辆黑色的别克装饰车辆 我们俩就被那现场破坏了 这个车谁看见从哪来的吗 现在很黏的 就一辆叫做停满 跑了两辆电动车 三名三名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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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车哪多几个 这五车我来到几个情况了 三个 三个是吧 三个人都爽怎么样 来来来 现场一共有两辆受损严重的电动自行车 据现场的群众讲 三名受伤的人都是电动车上的 民警来之前已经被急救车拉走 伤情不明 现场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别克小轿车 没有悬挂牌照 车辆全部受损 然而这辆小轿车上的人却不知去向 这驾驶员了 这个驾驶员主要上来一下 这草牌都没退过你看 驾驶员呢 这草牌都退了 我们通过现场进行了喊话 就是谁看到了自己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有谁是这辆黑色轿车的车主或者是驾驶员乘客 来来来 驾驶员是哪位 差不多喊了 有差不多有五到六次 没有人出来承认 轻易捕获大量猎物 失败让他喘不过气来 曼德拉前往动物们聚集的少数水坑边 但这些水坑也吸引了大象 他们几千年前就开始厌恶这些大型猫客动物了 曼德拉要在这些庞然大物中间穿过寻找猎物 没有羚羊 抓到只兔子也能冲一天机 在被大象啃食的光秃秃的大草原上 曼德拉很难找到一块安乐之地进食 王江自称是黑色别克车的驾驶员 那他为什么不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 他现在究竟跑哪去了呢 现在已经到我们驾驶队来自首了 在驾驶队等着我们 我们看上完现场之后呢 就是立刻赶赴到我们的事故中内 发现这根名男子也就是王某 已经在我们事故中队等着 这个王江究竟是什么人呢 民警查验了王江的相关证件 发现王江本身就是这辆黑色别克轿车的车主 然后通过查验他的那个驾驶证 行驶证啊 我们发现呢 他就是这辆车的车主 车辆所有人 而且他刚刚拥有这辆车 有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 王江出了事故 不在现场等着民警 反而舍尽求远 跑到交警队自首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民警立刻对王江进行了询问 既然能测试过 6年40左右吧 6年40左右 嗯 你既然能跟我们联系的 我大概 7年 7年 20吧 我们也能 王江说 出事后 他其实并没有离开现场 甚至民警来的时候 他也在 那刚才民警一直在现场喊话 寻找驾驶员 他为什么避而不见呢 那王美在现场 喊了那么厉害 你怎么不来 毕竟一下撞了两辆电动车 伤了三个人 王江害怕伤者的家属 或者朋友 在现场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紧接着 民警又询问了王江 事发的经过 和现场的一些情况 把事故的情况弄出了 怎么算的 他就在千万块 聊到两个人 是一边一边 我之前的 选择哪个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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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两个人 哪个车呢 带了一个 根据现场刊验所掌握的情况 王江的陈述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啊 该划分责任 保险理赔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王江和民警们都没有想到 事发当天晚上 询问完王江之后 王江便回去等候处理结果 然而职业的敏感 让民警总感觉这个王江 有些不太对劲 谢谢他民警说句话 我总共觉得这个家政员呢 不大对劲 这感觉上怎么有点不大对 好像就有拿着上 有点不是太符合倡理 他的回答很流利 而且没有像 就是其他招事司机那样 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恐慌心理 民警回忆 王江在询问中一直比较冷静 而且对答如流 并没有感觉到 他所说的那种紧张和害怕的情绪 除此之外 询问中还有一个细节 让民警十分疑惑 我们仔细查看了 他所使用的手机上面的通话记录 事发之后 十分钟之内 没有拨打出一个电话 声量驾驶员 发生事故之后呢 往往都是 第一时间 都会拿出自己的手机 进行拨打110 120进行救助 这种奇怪的感觉 也不一定就能说明有什么问题 而且如果非要解释 也能解释得通 但是为了万无一失 民警决定去找商者 再核实一下 别克车驾驶员的情况 据三名商者的那个回答呢 因为他们事发突然 当时一下子都被撞懵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三名商者都对别克车的驾驶员 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现场又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怎么才能确认 当时别克车驾驶员 究竟是不是王江呢 以为这个事故 千里了解的情况 很明显 事故转意很明显 你不需要调打的眼光 但整个这个情况 我们也重新做原谅 要调打的眼光 看影到的农院 可是 那个路口的监控碳头才 刚刚安装完成 还在调试阶段 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最后的希望 眼看就要落空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天一早 监控设备的安装公司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它都是处在 四名一星的状态 很凑巧的是 我们调到这个检控的时候 这个检控正好 还吹有一部分的内容 正好是在事故事发现场 这个现场录像 民警立即调取了 相应时段的监控录像 仔细进行查看 高清摄像头完整的记录下了 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 这一看不要紧 从监控录像当中 民警发现了一个 更加反常的现象 这是朝向事发地点的 监控探头录下的画面 2016年4月24日傍晚 6点39分20秒 西三环路 与苏丁路交叉后 北向南方向 还是红灯状态 这时路口东向西方向 驶来两辆电瓶车 上面坐着三个人 与此同时 在北向南方向的 右转专用道里 驶入一辆黑色别克轿车 然而它并没有右转 而是闯红灯继续执行 结果在路口中间 正好狠狠撞上 这两辆电动车 电动车和车上的三个人 当时就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 怪事出现了 别克车停稳后 从车上 一共下来四名男子 但是仔细看会发现 其中有两名男子 都是从副驾驶的位置上下的车 从事故发生到我们 到达现场之前 监控画面上面显示 就是第二天旁边那个门 没有打开 这个异常的现象 立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出现了民警会议下的 我打到前面现场中的这个车 车没人是正常的 不用出来毁坏 那他这个 为什么 驾驶员 为什么要从副驾驶下来呢 这问题就引起我们很大的会议 这肯定后边有一些不可告的秘密 民警根据常理推断 第二个从副驾驶位置上下来的 也就是现场这个穿黑色短袖上衣的人 就是黑色别克车的驾驶员 坐在车里面的人呢 就是都是习惯从各自的最方便的位置来进行下车 像那个副驾驶那个位置呢 车门的位置 第一个下来的往往是那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的人 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从驾驶员那个位置爬过来的 民警立即将录像中这个人和当天来自首的王江进行了比对 从体貌特征本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 出发现场的这四个人里面 一个最疑似的是赵氏司机的那个驾驶员 所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与当晚王某所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而且手上还戴了一个手表 车上这名潜色短修上衣的乘客 一下车并开始拨打电话 联系着什么 而这个疑似驾驶员的黑衣男子 确实没有立刻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而是点了一根烟 在现场四处查看起来 这也和王江的手机里事发后 没有立刻拨打电话的记录相移致 难道王江确实就是当时的赵氏司机 是民警有点反应过度了 可事发之后 车门并没有损坏 王江为什么不从驾驶员的位置的这个地方的车门直接下来 而是还要费劲的爬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下车呢 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民警决定继续从监控视频当中去寻找答案 就在这个时候 监控画面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奇怪的监控录像 无法解释的行为逻辑 他们到底有什么不能言说的秘密 调包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民警继续查看监控录像 几分钟后 他们发现疑似别克车驾驶员的黑衣男子 突然掏出了手机 似乎是开始拨打电话 而之前在询问中 民警查看王江手机时 王江的手机里并没有拨出电话的通话记录 在现场那个赵氏司机有进行打电话的行为 对于那个 我们看到王某上面没有那个拨打出电话的那个手机 是不相符合的 而且 疑似赵氏司机的黑衣男子现场拿出的这部手机 看起来似乎有些特别 好像特别长 但是这个监控的机位有点远 看不太清楚 而几乎在事发现场的正上方 正好还有一个监控 这处监控会不会能拍到更清楚的细节呢 民警立即调取了这台监控的录像 这一看才广然大悟 他所使用的手机是类似三音翻盖手机 而王江之前到交警队投案自首时 拿出来的却是一部苹果直版手机 通过进一步仔细对比现场监控画面和询问视频 民警发现现场疑似司机的这名男子所穿的是蓝色拖鞋 这也明显和王江当天到交警队所穿的鞋不同 民警感觉王江很有可能是冒名顶替的驾驶员 而当天的肇事司机应该另有其人 就是我们调译完监控之后 我们事故中的小组的进行了综合分析 一致认为王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那个顶曹者 面对民警的再次询问 王江也有些意外 开始变得有些慌乱 把那个事故现场的一些最细节的问题 然后向王某进行询问 这时呢王某变得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些着急了 就是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现在就是一直在思考了 一个人也就不能把事情做了一个机制 一个人也有可能 但是四个人 能把事情做了那么完善的 应该会不会处疲我 专门的大冰年 检户年 第一天晚上我已经说了 两个人也解决了 我已经要跟他们说了一次 对吧 我这准处是你了 你是我 没有第一天的那个开始的回答的流利了 他慢慢的感觉到自己的 就是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被发现了 我觉得你的管子不大合适吧 对吧 你说你还不一样 现在还不完呢 你再等我 你外来 你背到头 我立刻就对你了 眼看事情已经无法隐瞒 最终 王江只好承认了自己冒名顶替的事实 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我说 郑哲吗 王江说当天他把车借给了朋友郑哲 郑哲开车出了事 然后给他打电话求他帮忙顶包 隐瞒真相 从监控录像上推测 真正的驾驶员郑哲 在刚一出事的那一瞬间 或许就已经想好了要隐瞒自己驾驶员的身份 混淆试听 这才故意没有打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 而是爬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下车 那郑哲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呢 民警立即通知郑哲到交警队接受调查 当时我们给郑母进行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告诉他 还没有告诉他为什么通知他到交警队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就回答 就说好好好 就一直说这几个字 一接到交警的电话 郑哲似乎就感觉到了事情已经败露 当他赶到交警队的时候 民警要求郑哲拿出手机 果然郑哲的手机是一部翻盖手机 与现场监控录像中一致 在诸多证据面前 郑哲只好承认了自己找王江顶包的事实 而郑哲之所以要让王江顶包 其原因就是郑哲根本没有驾驶证 王江赶到现场之后 为了更好的掩人耳目 两人趁着现场混乱 躲到旁边精心准备了一番 这个你脱衣服给他 对吧 没洗脚 知道吧 手脚吗 手脚摘下来 给他带了 对吧 怎么不来脱衣 给他摘下来 给他穿上 你向来给我圈来 你给他学来 最后呢 王江他起呢 他认为呢 第一 查查这一场 如果说是 包容师不能配的话 他可能要 要 要连带人 他为了平常自己寻思 第二个呢 他对这个事故的后果呢 他也没敢想走中 他也没大一百事 他也有 他也觉得我没插不出来 也有 也有 两个人自作聪明 精心算计 但是没想到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民警的眼睛 结果必然是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江老师过 你逃一 实际上呢 是害人与害解 害人 你打人 不能 不能 不能打 及时救助 你害解 你自己要 承担相应的 法律不过 有行政不过 甚至行政不过 事故中 电动车上的三个人 其中一人伤势较重 所以 等待郑哲和王江的 有可能是 更加严厉的 刑事出发 目前为止呢 我们对郑某 以其无证驾驶 这一块呢 就在自己先期 进行了行政拘留 至于其是否过程 交通造势罪 我们要根据 伤者的那个 轻重伤 鉴定结果 如果伤者过程重伤 我们将按照 交通造势罪 依法对郑某进行立案 极有可能面临 就是追求其 刑事责任 然后王某呢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 对他进行了 前期的那个意义 帮助他人讨厌 然后隐瞒 实施真相 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后期呢 我们还要根据 这么的行为 是否过程犯罪 然后 进一步 确定其是否过程 包庇罪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屈心九教授 欢迎屈老师 事故发生之后 这个撞人的人 其实也没跑 也打算去 陪付这个伤者 你说这个性质 能算是 肇事逃逸吗 交通到此逃逸呢 在法律上 留两个基本的含义 一个在行政法上 就是说你 发生事故之后呢 不立即向 交通交管部门的报告 没有保护现场和救治病 救治受伤者 这个叫 交通造势逃逸 所以这个案子当中 在行政法上 那个司机就属于逃逸了 那第二个 就在刑法上呢 稍微的和行政法 有点不去 有点差别 如果你事后马上 接受司法机关的 这个司法调查 就是到这个 交管部门 或者到公安部门 去投案自首 还是不算你是逃逸的 但在行政法是逃逸的 这几个相关的当事人 都要承担什么样的 这里头有两个最主要的人 第一个就开车的那个人 就他是真正的 肇事司机 这就要看事故的责任情况 如果是这种现场 我们假设 就没有办法分清 到底是行人的责任 还是这个司机的责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不起 司机的负全部责任 他没跑 他是想顶包换个人 对 但是事后 他要另外一个顶包 这依然是一个 逃逼法律制裁的行为 只不过顶包的那个人 不能说 那我们这一方 有个人顶下来 因为那又是一个违法行为 那么真正的在法律上要求 说谁做的事情 来谁承担责任 那个顶包的行为 那就是一个 包庇他人的犯罪行为了 那是刑法的规定 对对对 当然这个案 有个关键环节 因为现在从片子来反映 他就是有两个人是轻伤 另外一个人 有可能是中伤 因为在交通造势罪当中 他就看后果 第一就看后果 如果有人死亡 对不起 这就是严重后果 如果你就负这个 主要和全部责任 通常就要中交通造势的 如果致一人重伤 一人重伤 这种情况下 就要考虑一些情节 如果这时候 比如说你只是一个 次要的责任 行人或者其他的 交通参加人 负主要责任 或同等责任的话 通常就不追究 行为责任的 如果你致一人重伤 比如有些特别严重的情节 我们实践当中 最严重的情节就是说 罪假 吸毒以后驾车 或者你根本不是司机 无证驾车 什么叫无证驾车 就没有驾驶资格 是可以定罪的 那白案当中 你比如说这个 骗车反映当中 这个让人开车的这个人 他没有取得驾照 没有驾照 或者驾照已经被吊销 所以这样的情况 他又有 如果鉴定结果 那个人真的是个重伤 让他又没有这个 他确实就面临 这个刑事指控的问题 但能不能够 说一定给他定罪判刑 还要看他的赔偿状况 看这个他的毁罪态度 也看了他的一贯表现 我们并不说交通造势 因为他毕竟是过时犯罪 开车上路 那是事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 岂能儿戏 看看这个王江 先是把车借给 没有驾驶证的人 出了事之后 又配合这个肇事的司机 去演戏 冒名顶替 妄图隐瞒真相 如果不是交警及时发现 下一步 他还会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 如此视生命和法律为儿戏 势必有一天会铸成大错 到那时候 可就毁之晚矣了 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曲老师 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央频道 和其他内容 明天见